这个小男孩可不得了啊,一颗龙形雕像放在他的手上,居然活了过来,小龙似乎找到了主人,小尾巴一卷,紧紧地缠上了手指,就变成了一只特别的龙形戒指。 凯奇大叔看到这一幕,满脸惊喜,找了一千年,你就是我要找的天纵奇才啊,我要教你最牛逼的魔法,我先去拿魔法术,你待在这儿,房间里的东西千万不要乱动啊。 说着凯奇就进入了密室,小男孩到底孩子心性,发现这戒指能控制物体,就好奇地摆动起来。 一个不小心,天花板被弄裂了,掉下来一个奇怪的俄罗斯套娃,男孩拿起来一看,套娃居然裂开了。 从里面爬出千万只小墙,最后就慢慢变成了一个男人,和套娃上的图案长得一模一样,这个是邪恶魔法师大胡子,他已经在套娃中被封印了一千年,这回放出来,男孩可算是闯了大祸喽。 不,大胡子正打算杀了他,凯奇刚好出现,奋力地将他咒下。 两个魔法师随即展开了一场生死对决,电视火光间,男孩抱着套娃就想逃跑,却被大胡子发现了。 危机时刻,凯奇再次扑了上来,用尽最后的法力,将自己和大胡子一起封印在了魔法容器中,男孩吓得赶紧往外跑,一出门,发现自己还抱着那个诡异的套娃,赶紧扔了出去。 正在这时,老师找了过来,男孩惊恐不已,里面正在魔法大战,太可怕了,大家半信半疑地走进去一看,啥也没有啊,这男孩八成是疯了吧,再看看他尿湿的裤子,所有人哄堂大笑。 转眼间十年过去了,男孩卷毛成为了一名物理系的大学生,当年的魔法没有学成,而如今的科学倒是掌握得不错。 一天上课,她碰到了儿时暗恋的女神小美,兴奋地上去打招呼,没想到小美居然问她,你当年的意想症治好了没? 卷毛只能尴尬地笑笑,现在就连她自己都怀疑,当年发生的事只是自己的意想。 与此同时,在城市的另一边,一对老夫妻在古董店买回了那个容器。 十年封印时间已到,容器再也困不住两个强大的魔法师。 首先出来的是邪恶魔法师大胡子,她第一时间去找了卷毛,必问她当年那个套娃的下落,可那个套娃早已经被卷毛随手扔了,谁知道在哪儿啊。 大胡子不信,小手一挥,照片中的野狼瞬间复活,追着卷毛而去。 卷毛一路逃到了地铁站,眼看恶狼就要追了上来。 一转身,却变成了几只小奶狗,倒在了她身上。 原来又是凯奇救了她。 她骑着钢铁巨鹰,暂时困住了大胡子,将卷毛顺利地带走。 凯奇给卷毛讲了一个久远的故事。 早在一千多年前,魔法师之王梅林收了三个铁。 小人员给云童的2票。 《非语言语》3人4个铁。 《非语言语言诚》3人4个铁。 小人员给你抗议。 金丹人语言语言词不竟于凯奇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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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美的帮助下破坏了魔法刃 眼见自己心血毁于一赞 莫甘纳头冒青眼朗 一股烈焰直接向他们射了过来 千军一发之际 卷毛的小宇宙爆发 用魔法抵挡了火焰 莫甘纳转而施展雷电攻击 发出了一个个小电球 卷毛也不甘示弱 小电球 我也会 但用魔法对抗时讲 卷毛看准了后面的高压电 趁莫甘纳不注意 卷毛将高压电线连接在了路灯之下 一时间 莫甘纳被几十万伏的电压击中 瞬间灰飞烟灭 特地化了 一场跨越了千年的魔法斗争 画上了句号 凯奇和翠花抱在了一起 卷毛也召唤出了一只大雕 和小美去云端享受快乐去了